来谈起 这个在大宝基基里面 有这个入胎葬会 就谈到了我们生命的开始 从父母亲的结合 就开始要注意到这种 让怎么样生命 在最好的环境之下来出现生命 首先就是说 父母亲的结合 应该我们要选一个 比如说良辰及时 所谓良辰及时 不是说要我们看日子 而是说在这种 在暴风雨 这种闪电 打雷 这个不好的气候 这个时候 如果有发生男女的行为 生下的孩子就容易生病 这个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来由 有父母亲的结合 所以从做父母亲 就要开始注意到 胎儿的这种生命出现 要让他一开始就是有着好的环境 春暖花香 那么这个良好的环境 身体健康 非常父母亲健康的身体当中 这种怀孕呢 孩子会特别好 第二个是说 已经怀孕了 那么父母亲的心境 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信徒里面有一位 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是吃母奶长大的 一个是吃牛奶长大的 后来吃母奶长大的 好痒 那么吃牛奶长大的 脾气很怪 牛脾气 我说不是这么简单 你回想一下子 你生这个大儿子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 家境如何 他说因为刚结婚 感情很好 那么所以那时候也没有烦恼 在这种感情的这种亲密当中 生下了孩子 所以孩子好痒 可是后来家境慢慢好了 先生有了外遇了 这个时候做太太的 是一肚子气 这一肚子气 所以这孩子生下来 他不愿意养 就请人来养 让他喝牛奶 连母奶就不让他吃了 所以第二个小孩 就特别怪 脾气特别特别的怪 所以这个就叫做胎教 那么有好的环境来受孕 还必须在十个月当中 这个做父母的 要刻意的去经营 幸福的一个家庭 那么才能生出好的孩子 所以当母亲怀孕的时候 应该吃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像芝麻 黑芝麻 磨成粉 然后这个小麦片芽 那么这些比较有营养分的 红萝卜 马铃薯 海带 那么这些呢 都很好的 像这个木耳 黑木耳 白木耳 这些都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 或者是山药 那么这样子 在父母亲刻意的培养 幸福的家庭 温暖的家庭 营养充分的时候呢 长出的孩子就特别好 这是讲到胎教方面了 所以有怀孕的妇女 我们特别的富裕 绝对不可以抽烟 喝酒 有坏习惯 赌博 讲坏话 那么在怀孕当中 保持一颗祥和宁静喜悦的心 然后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让他教育了 如果你多听一些好的音乐 古典音乐 或者是佛门 这些鲁香战 戒定真香 这些好的音乐呢 这个孩子长出来就不同了 那么如果自己好好的在怀孕的时候 多看一些圣贤之书 多看一些有知识的书 那么这个孩子就不会在起跑点落后了 这个是奉劝天下 为人父母者 应当为我们这个社会培养一个好的一代 就要从自身去下点功夫 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命 来到这个世间 有些人有福报 遇到好的父母 那么就能够 先天上就占尽了优势 所以父母亲的饮食 会影响子女的身体的健康 父母亲的行为齐心动念 也会影响子女的行为好坏 感谢观看